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首次任内访华 现在是签了三年合作协议 可能中国要分享一些前因知识给意大利 没听错,意大利需要中国分享知识了 28号梅洛尼表示 他为期五天的访华行程展示开启新阶段 重启双边合作意愿 他说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了一项为期三年的行政计划 以落实过去的协议并探索新的合作可能性 意大利主要是担忧中国和欧盟存在贸易争端 然后一直希望招揽中国汽车制造业 中意重大合作一直受外部因素干扰 但是梅洛尼正式的访华 他应该是摆脱了这一系列因素 来中国就不容易 他对中国的投资是当作刺激意大利经济的一个动力 他是带着女儿来的 这是7月27号下午就抵达北京了 然后国院总理李强和梅洛尼举行了会谈 在会晤中的梅洛尼开始就说 我们当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相信这些工作全球层面了 在如此复杂阶段是有用的 在多边层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李强是说呢 希望欧盟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深化对话合作 这个中国的通报官方通报是说呢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建政签署工业教育 环保多项双面合作案件 李强同梅洛尼共同出席了中益企业家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说中益两国是150亿位企业家出席 意大利的轮胎制造商贝兰伊 包括能源集团 国防集团 活动酒生产商等等 十二品企业都出席了 梅洛尼对两国企业领袖说 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了一份工业不让路 涉及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 他明确说中国已经运作了一段时间 在前沿的技术行业 说正与伙伴分享前沿技术知识 他应该是强调 要使贸易关系更公平 对所有人都有利 说白了 他需要中国的技术 没想到吧 中国等于是技术援助意大利了 中国推动经济产业升级 对高质量产品有需求 所以两国之间合作再加快 但是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的 应该是第四大贸易伙伴 中国是意大利的亚洲第一大贸易伙伴 意大利对中国的外商职业投资总额在150优元 1600多家意大利企业 美联社就认为 虽然这个法对华的重大合作 有些变化 但是意大利 尤其一带路 它退了 但是意大利仍然是热衷 与中国建立所谓的经济联系 咱们说这就投机 意大利人投机 说白了 意大利准备五月份 说五月份宣布了 中国的电动汽车领跑 要成立合资公司 要在意大利销售汽车 我刚才说意大利是投机 你看二战 原来是跟着希特勒的 摇身一变战胜国了 意大利是世界范围内最会战队的 没有之一 最会战队的 一战的时候 原本投盟国的意大利 反水到了协约国 摇身一变战胜国 对吧 二战时候意大利作为周星国 最先向盟军投降 而且没遭到任何惩罚 对吧 就是在近线 意大利似乎是坚持对华强硬 主动退一带路 还支持什么欧盟对中国加征关税 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派什么航母到菲律宾 但最近的情况又变了 所以咱们对待意大利 一定要认真卡 这个小东西挺有意思 意大利总理梅罗尼带女儿来 你看带女儿来又不简单 现场还铺红地产 中国高贵贵借贷 中国青少年是现花的 中国和意大利签署的 三年行动计划 这个情况实际是 在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情况下 结果发现美国人给不了啥 意大利确实退了一带路 但是发现美国人什么都没给他 是不是亏了 所以现在咱来一个三金计划吧 美国财长耶伦 抛出了中国独霸制造业理论 然后提醒盟国要警惕中国合作 然后他退了一带路了 结果发现没有啥没有 他这边啥利益流 没用你访华的目的 一边是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重关税 另一边什么 另一边是我这边加关税了 你把车弄到我这来生产 是不是可以 学薛亚利 但意大利和薛亚利不一样 薛亚利是真正的欧亚大陆国家 意大利还是有一定的海洋身份 意大利就变成中国企业进入欧洲的一个关口 你在这生产汽车是不是 我对我意大利有利 其实他干这个 老牌工业国 意大利有法拉利兰玛尼尼 现在要造领跑 其实制造业衰落 产能的严重不足 意大利是没有成为汽车出土大国的 梅洛尼实际想借中国提升自己 但是从梅洛尼的访华情况看 他显然知道 此前退出意大利伤害了意大利和中国的关系 据说刚到北京一 梅洛尼给中国送了礼 意大利的24小时太阳报说 梅洛尼政府准备将欧洲汽车巨头 斯泰兰蒂斯集团旗下已经停产的品牌 直接转让给中国企业使用 这应该是对中国的一个回报 这个三年行动中 就给意大利要分享一些前沿的知识 就说我给你汽车品牌 停产的一个汽车品牌 然后你把你的技术注入到这个品牌里面 然后咱们 我有品牌 然后你有知识 咱们共同把汽车产业做大 他这个想法 这三年行动计划应该是中国和意大利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的替代方案了 就是说你看这哥们投机 他既不能得罪 他两头压住 这边盟国盟军胜了 我赶快变战胜国 中国这边是赢了 我也赶快变战胜国 你看他两头不得罪 所以我觉得中国很多有钱人 就跑到意大利去 这两头不得罪 这绝对能保证你的利益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华政策上 其实和欧美唱反调 但是你可以明白他心里边咋想 他没离开中国 他没离开中国 但是他应该是给欧盟晚饭会主席冯南人致信 直接驳斥欧委会抨击意大利 法治情况做法 实际上对冯南人已经是 冯南人我觉得 背后是美国 就是梅洛尼对美国看来 已经产生一定的牌制 很不满已经 欧盟领导人内部会议上 包括北约峰会上 梅洛尼被安排在一个边缘 冯南人应该是很多人解释 就是冯南人主动把梅洛尼往边排 他们两个在争 没准梅洛尼未来 是意大利在欧盟的一个重要的门面担当 意大利是欧洲传统强国 他的政府一把手 不受待见 意大利能接受了吗 这次信函寄出以后 梅洛尼和冯南人矛盾 现在直接摆到台面了 现在外媒全报 梅洛尼和冯南人水火不容 两人立场截然不同 欧洲极右一政客 梅洛尼和他领导的意大利兄弟党 主要体现的意大利本国力 主要靠民生 而上台的梅洛尼得到了意大利人民支持 而常年经济不警惕 很多的德法两巨头 尤其是德国法国 现在冯南人代理人 他现在对意大利很不满 言行其实都是为美国立福 他不在乎欧盟情况 所以说他不考虑欧洲单独的立 所以现在看梅洛尼 现在对中国 我觉得释放这种所谓的合作信号 其实等于是对冲掉美国在南欧 可能大家不知道 这个背后俄罗斯也有重要参与 一带一路 实际是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个方向 比方说俄罗斯是在叙利亚有军港 俄罗斯可以保证 中国的商船在地中海的安全 下一步是在阿尔及利亚 中国要建军港 意大利现在可能就变成了未来 这个除了美国昂萨军事力量以外 另一支力量 中国包括欧亚大陆 尤其是金庄国家力量 重要的一个 意大利应该变成这么一个前沿的力量 所以意大利现在选 折中方案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谢谢大家